大家好,现在秋季正是蚊竹的生长旺季 但是有花有反映自己的蚊竹 养护方面是比较正常的 而且光照方面也是给的比较恰当 但是为什么蚊竹还是出现黄叶不生长的情况 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土里面 蚊竹如果在养护的过程中 我们经常浇水造成土壤里面的有机质流失 微生物不活跃 这样容易造成盆土板结 盆土板结是不利于根系生长 蚊竹也无法正常吸收水分和养分 这样的话很容易造成黄叶不生长的情况 又或者是盆土里已经长时间没有换盆 已经没有什么营养供给它生长 再加上如果你的土壤在养护的过程中 慢慢的减化也会影响到它生长 所以我们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给它换盆 更换新的疏松透气微酸性的土壤来摘种 这样纹竹才能够很快的恢复正常的生长 如果你不想换盆 也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 就是给它在土壤里面埋上微生物菌气 之前我说过它是土壤有机质流失 微生物不活跃 再加上土壤越来越板结 没有什么营养而造成的 那么这个微生物菌气就能够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它可以在盆土里面补充非常丰富的 有机质和有益微生物 可以让盆土里面有机质丰富 而且盆土了成团粒结构 让土壤更加的疏松肥沃 更加适合这个稳住的生长 那它的使用方法呢 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呢 在盆土边缘埋进去 一个月埋一次就足够了 那么后期经过浇水 它就会慢慢的释放养分和微生物 让盆土能更加的疏松透气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好 小说